大家上网好 我是来自阿里运的王岐寅 帮我再切点一叶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ServiceMesh服务网格技术 在多机群企业应用中的一些实践经验 简单个人介绍一下 我现在是在阿里运在负责服务网格 ServiceMesh一个产品叫ASM 后面讲的内容虽然是以这个产品领域7点 但是它讲的所有的实践经验 包括它的一些技术原理 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ServiceMesh 一个产品或技术上面 这张图大家应该使用过ServiceMesh的同学 应该是比较清楚 在一个传统ServiceMesh的体系下 尤其在单进去模式下 它是按照PBS的一个设计模式 分为了控制面和数据面 在这种架构下 我们在单进去模式下 它是会把控制面和数据面的组件 通常是装在一个KBAS机群里面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使用ServiceMesh的一个 入门的一个托普结构 那么在过去几年 我们去服务客户的过程中 能够看到如果使用了这个架构 它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的问题呢 比如说当它的控制面和数据面 在运行的一个KBAS机群的时候 它的H2 就是因为H2代表了ServiceMesh H2对于KBAS 对运行的支撑 H2KBAS环境是有一个很强的依赖 也就是说当用户想去使用一个 新的版本的H2环境的时候呢 它往往是需要去针对它的底层的KBAS 做一些升级 但在实际升级呢 这个操作 其实在一个企业界人员中 里面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行为 它是非常担心 就在升级过程中 搞成一些故障 那么怎么去缓解这种问题呢 就我们通过大量一些客户的经验 最后总结下来 我们发现这种墙以外 往往是发生在这个控制面 就是在ServiceMesh 与H2代表的ServiceMesh 它的控制面 是对底层运行的Kubernetes环境 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 那么为了缓解这种问题呢 我们就在三年之前呢 我们做了一个解法 就是把这个控制面 进行一个解枉 把它独立出来 使它成为一个托管的 一个独立运行的一个组件 那么在这张图里面 就可以看到 整个ServiceMesh 我们以H2举例好了 H2整个控制面 我们独立出来 让它运行的一个独立的环境 那么对于ASM产品来说 我们是把这个模块 它是一个托管的方式 运行在这个 云章号的一个资源测 它是不占用用户的一个 实际的Kubernetes资源环境 那么这个模式呢 也是跟后来社区 以H2支持的一个叫H2D的这个模式 是保持一致 整个这个架构呢 使得这个控制面 和这个数据面 独立的接纹运行 如果你的升级管理 也都是在控制面 可以做到一个一键升级 这个过程呢 对于数据面幾乎是无感的 接纹之后 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好处 就是说在控制面 也没有这么强大 对数据面的用户的测 这个Kubernetes机群有一个依赖 因为依赖没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去做一些更灵活的扩展 这些扩展呢 因为它没有这种依赖关系 它就更加灵活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在流量协议啊 安全啊 包括一些自适用的 XDS优化 软液体优化等等 这层面我们就可以 更加灵活地做一些扩展 那么有了这一个 脱管的控制面之后 GiJ5之后 对于数据面来说 我们就可以变得 支持的这个样数多样 而且当然这个整个 这么变化 整个这个接口啊 它的这个组件 都是一个统一的方式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数据面 我们传统的Kubernetes机群 是跑在一个 ECI的训练机上面 除此之外呢 我们是对于 像一些 ECI 一些弹性实力 弹性容易实力 做了一些特定的 一些定制支持 包括一些边缘机群 等等 都做了一些 这样的支持 那此外呢 我们也是对于 在这个环境下 可以看到的数据面 是可以支持一个 多机群的模式 在多机群里面 既可以有 云上的 Kubernetes机群 也可以有线下的 在对右侧呢 我们可以对于 支持一些 有些 友商一些 Kubernetes 或者使用户 自己建的一个 KMAS 可以 自建KMAS 包括在你的 自己的环境上面 接入到260之后 也可以通过 ASM这个 服务网络的技术呢 进行管理 可以看到这个体系下 它的数据面 是变得很宽泛 它除了 云上的 这个环境之外 对于 对于自建的一些环境 也可以使用到 这样的一些技术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在数据面 我们可以去做的 一个更加灵活 但是 都是同一个方式 进行接入 刚才 这张图呢 就是快速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在这个 接入这个 Kubernetes机群的控制中 当然就是说 一是不同的形态 它还是略有一些差异 那我们会抹平这个差异 对于用户来说呢 它肯定就是一个 简单一个 一个去添加或移除 那么当然 在这过程中 尤其在多进行模式下 它是有一定的复杂度 比如说 它的网络段 是不是存在一些冲突 包括这些 在接入的过程中 你是否在圆域的环境下 有一些这个 资源的定义冲突 包括这些 Kubernetes一些 域名定义等等 是否存在一些冲突 那么在接入过程中呢 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些 检查 预检查的工作 那么这张图呢 其实就是 把前面讲到的 一个托管的 中间这个托管的 这个工程面 加一下底层的这个 数据面 组合在一起 就构成了整个这个 整个的一个 技术架构 那么 在这个 多补充一点 在这个 对于网上 在网上这一侧呢 我们始终是坚持一个 开放的一个标有的 API 方式 能够是跟 HU 社区 保持是一致性 它对这样的 对应用户来说 它是无感的 直接在这个托管模式下 它是实际的姿势 它是跟你原来的单体模式下 是保持一致 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去 把这个 现役的一些生态系统 能够进行 进行 进行 后面会 会一致介绍 那么 再往上呢 其实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下 目前 使用ServiceMesh 它对场面的几个场景 包括 第一个就是说 对异构服务的一个统一治理 无论是从流量 观测 还是安全这个角度 对 使用ServiceMesh技术 那么第二个就是 ServiceMesh是一个天然的优势 它是对 对于在这个多机群模式下 跨机群 它能够起到一个 还好的一个 应用网络管理 那第三个 比如说 它是对一个 应用发布 一个还好的一个整合 那第四个的话 它就是说 上瓶 它就是说 你从原来这个 你实践的一个环境 比如虚拟机环境 如何去做一个 容器化整形 一个主角的一个过程 后面的话 我们也探索一些 新的场景 包括一些AI的一些 reference 服务的一些管理 那我接下来的话 也是这几件 去讲述了一些 我们在使用这个 就是Token模式 去支撑 多机群的这个场景里面 过去过去的几年 我们遇到一些 这个技术的关键点 跟大家去一一分享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在多机群的模式下 我们如何对这个 HQ 资源对象的 存储和访问 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 大家知道 就是说 一旦空调了之后 可以看到 上面是有一个 控制面 下面是有多个机群的 多个机群 那么这个资源 就是CR的存储 或者是这个访问 怎么既能保持 让用户呢 就是 变成性的行为习惯 不会变成 不会发生太大改变 就是说它原来在 黑马斯基础里面 仍然是可以进行操作 那我们这个行为 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同时呢 又既然是多机群 有点保证 这些资源 数据一致性 那么继续这个 两个问题呢 可以看到说 这个 在上面这一侧 上面控制面这一侧呢 我们自然会提供 一个 一个标准的库部API 用户可以去做 标准的这些姿势 去做一些增下差感 同时呢 在这里 在上面控制面这一侧 也会提供一个 EBCD 来存储这些数据 那么在书里面这一侧 我们可以看到 针对每一个 黑马斯基础 用户永远是可以去使用 它的一些 库部API 包括是使用 HIRM这样一些工具链 可以去进行操作 但是呢 区别在于 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里面 AQ类型的资源 它不会 存储到 这个数据面 集群的EBCD 而是进行一个 转发 利用这个 这有一个 资源职客服务 去转发到控制面 就是用户 对用户来说 它仍然是 使用标准的API 去做一些 这个操作 但是数据呢 它并不会落 落地在这个 黑马斯基础里面 而是通过 一个 组件去转发到 控制面 这样的话 数据只能只有一份 这样也就保证了 它数据一个 一个 一致性的问题 同时 同时呢 我们在托管这一侧 这对用户这个数据 做一个更 更好的一个 保护 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在多基金线 模式下 怎么利用ServiceLens 去提升一个 ASM减析的一个可靠性 那这里呢 是分为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 就是说 有个托管之后 就是 也一次就会代表 就说 Institut的API Server 我们通常成为Pilot 这个API Server 它是 往往是在这个 托管模式下 会绑定一个 内网的一个CRB 一个负载运行的 一个IP地址 那这个地址呢 基本上就是说 创建完一个实例之后 几乎都不会 发生改变了 那么利用这个特点之后 就是我们环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过去千几年 我们在支持一个 在线教育客户的 一个过程中 就没有使用这个技术之前 在线教育师 经常会出现一些 弹性的一些场局 比如说一个高峰 在高峰期间呢 它就会大量 大规模的去创建POD 那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Satacar 这个代理 它在其中过程中 是需要连接 这个Pilot 这个API Server 连接完之后 做一些交互 它能够 确认它可以成功 那么在每次 连接的过程中 它需要解析 这个 就是ACUD 或者Pilot 这个服务名 去做一个 就是用hostname 又服务名 到IP地址 一个应设解析 那么这个过程中 就需要一个大量的访问 一个CodeiS Server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发 就是之前遇到过 几次问题 就是把CodeiS Server 给打卡 也就造成不肯 又影响别的业务服务 那么使用了 这个托运模式之后 我们能够把这个ACUD Pilot 这一天S Server 这个地址 可以通过 自动注入的方式 就写到这个 业务炮 这个 业务 这个炮的 业务处置面的炮的 它一个host 这边 就把这个应设关系 填充进去 就缓解了 对CodeiS Server 一个冲击 这是一个 在大规模场景里面的一个 一个环节点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 大家知道 在大规模场景下 KMAS 它除了提供CodeiS Server的 多副门 在环节这个压力之外 也是提供了 Node Local DNS Catch 这个方式 这个Node Local 它是运行在每一个界点上面 用来这个缓冲 对CodeiS的一个解析请求 那么在这种模式下 起到一定的环节作用 同时呢 我们也是利用这个Proset 它一个代理 这个代理 可以作为一个应用程序的 一个DNS的服务器 能够通过这个Proset 能够去拦截一些对DNS请求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去缓解服务交用时 对CodeiS的一个请求压力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回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SenseMesh里面 它做了一个应用感知的原生 应用程序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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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是在这个应用网络这个固有场景里面也结合了个可观测能力 看一下它是如何进行流转 那么后面是会介绍一些安全 就是ServiceMesh怎么帮助用户去打造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 最后呢去看一下就是它所谓一个原生应用生态的一个引擎 它是怎么拓宽ServiceMesh在别的其他一些场景里面去应用 OK这是第一个这个场景就是说ServiceMesh作为一个原生应用之旅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场景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实际的客户案列 它是这个客户的一个研发体系里面 它是需要多套应用环境场景 这里来的话大家就设计到一个做进去模式 那什么意思呢就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客户呢在实际上的开发测试 包括上线的不同场景里面是需要若干环境 比如说在开发环境 它除了有一个基础的环境之外 基础版本之外 它会根据开发的一些功能的进度 需要拉出不同的一个开发环境里面 比如说开发环境一 它是发了两个新的版本 比如B和D这个服务 它一个新的版本 开发环境二呢 它是针对服务C和B拉出一个新的版本 那么同时这个开发环境一呢 因为它只有两个 它的开发单元测试馆中 它是不需要再去把那个A2C A2C没有变化 它也不需要再去重新部署A2C的 而是可以复有基础环境里面 也有的A2C来进行一个整个挑事 那开发环境二也是一样 它不需要去部署 它只需要部署一些变化的这些版本就可以 变化的部分加上一个机械部分 来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个场景就是 总结起来的话 叶解通常就是逻辑隔离 它是一个进行逻辑隔离的 那么一套动态环境 那么这个正常方式呢 就是结合声速还是技术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那么在右侧的话就是说 在这个预防或者在线上 用户呢也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 可以支持灰度的 灰度上线的那一套体系 能够在线上去做一个灰度发布 能够支持全连路 或者是这个按照一些别的模式 或者用到模式做一些这个管理 那么具体来说 具体来说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刚才提到 就是说我们如果使用 SenseMiles技术的 全连路这个流量管理这个手段 来帮助用户呢 去达到一个逻辑隔离的 动态多环境 那这个图呢可以看来就是说 对用户侧来说 它的体感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有一套这个 就是有一套机械环境 这个机械环境里呢 都会说发布一套 关注的这个应用服务 那么在它后面 引出的这个开发环境里面 它就需要部署 比如说这个新的版本 那么当用户在发起请求的时候 它可以带一些这个请求特征 例如这些请求特征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录游到 不同的版本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 我们是有三条线 三个不同颜色的线 那每条线呢 可能就是这个灰色的是 就是原始的机械环境 这个版本 那个这个橙色的 它走到这个新版本1.1里面去 那个绿色的 它是为了适配这个新的 开发环境2里面 那整个环境里说 它也是多机群模式 根据这个实际情况 我们扣扣这个实际环境是多机群 就是以往的话 没有使用ServiceMesh技术 达到这个体系 还是比较麻烦 那使用了ServiceMesh技术之后呢 首先多机群的这个特征 利用ServiceMesh还好就抹平了 然后用户的感觉 从逻辑上是一个机群的方式 进行管理 那同时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全联组 一个手段 全联组流量的一个管理手段 那么这个全联组管理呢 可以用这么几个词汇来描述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对应用服务 进行一个流量的打标 就是说能够为这应用 去打算一些不同的特征 就用这个不同的特征描述进去之后 那你才能有机会去 利用这些标签 对着特征啊 去定义不同的这个路由规则 从而能够实现 这些动态的这个路由能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是就是需要 做一些染色的工作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能够将这些流量 请求流量 包括在想那些输出啊 都要带上一些特定的标识 就像在我们之前在做这个 这个 就Twist 全连路的跟东西的路径一样 我们能够让这个调运电路上 能够保持一些特定的标识 从而能够让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调运的电路啊 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全连路 这里边的话 我们也是就是说实现机制里面 也是实现了一个流量标签的一个CRD 包括它要配它的自己的一些controller 就是追求KVS标准的一个实现机制 能够不需要用户去对应用 从今儿做修改的情况下 我们就完成了流量打标的工作 那当然因为这个CRD呢 我们可以支撑不同的力度 包括按不同的工作负载 还有这个运用空间 都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打标 打标完之后呢 它仍然是去写一个路由规则 这路由规则我们是保持社区一致 就是你在World Service里面 A4里面 我有一个概念的World Service 在虚拟服务里面 去定义这个路由规则 当然这里面补充一个回退机制 在回退机制就是说 比如这个图里面 在开发环境1里面 它并没有部署应用的C这个新版本 我们是能够支持回退 从应用B的1.1这个新版本里面 能够切到应用C的1.0版本里面 就是同开发环境和基因环境 它是有一个回退的机制 那另外一个 也是这个完整方案里面 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一个全连路挥动一个生产环境 那这里面会看到 就是说技术层面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在不同的一个场景 你会看到说 我根据请求过来的特征值不一样 我们可以按照刚才这种 这种就是回退的方式 可以做一个流量的流转 同时在最右侧 我们提供一种涌道模式 什么涌道模式 就是说我在线上 我仍然是发布一套全新的版本 这是我们一些客户案例里面会使用 比如说要发布一个全新的2.0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针对两个不同的涌道 能够定义不同的流量的一个比例 能够实现一个回度发布 一个全连路的一个 按照流量的一个比例进行一个上线 第二个场景就是讲一下 这个Servicebatch 作为一个应用网络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 这个里面我想分享的是说 这是我们脱敏之后的一个客户案例 就是太阳11的多极群 我们的现场用户呢 有的是使用跨地域的 比如在北京、杭州或者是海外 它是一个多极群 无论是这种跨地域的还是说 在一个region底下有不同的客户区的 其实在大家知道 就是客户区这是一个城市里面 一个region底下它可能有 也许有多个客户区的 为了保护这个高可用 它往往会把群群分布在不同的客户区里面 那么这个例子 例子呢就是说在一个region下 在一个地域下它是有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客户区 A和B 那么这个图呢当然说 我脱敏之后使用了一个我们这个业界的 不可应付的例子 比如说 当然大家看到 比如说在这个调用电路里面 正常情况下 它都是按照 在客户区里面是路由优先 觉得在本地域是路由优先 就是正常情况下 A客户区底下的服务 都是在它里面立不调用的 它不会去跨客户区 那么当 比如说图里面 普尔达配就会调留于VILS服务 对 但是在本客户区里面 这个服务出现异常 那这个时候呢 就因为SenseMesh呢 自动的去 跳转到 另外一个客户区里面的服务 就是 你会看图里面 它有条线 就费尔沃这条线 能够 跳到这个客户区B里面去 之后也可以连接设计的 Fallback 策略 可以跳回到客户区A 或者是继续 和客户区B的 这个量 那么这个也是 利用SenseMesh 手机拓宽的一个场景 能够起到一个 溶灾一个能力 那么 OK 再插一下 就是说 再讲这个 这个 可言区这个 路由线的里面 我们还是配合用户 还是提供了一些 这个可观测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我们还是基于 KLA 去定制了一个 网格托普的一个能力 在这图里面 可以去 可视化 整个里面的一个调用 当然也支持一个 回放一个功能 那么针对这个 通路由线的 可言区路由这个里面 大家通过这个图 也可以看着 说正常情况下 那么我使用了这个 技术之后 它不需要修改 应用代码的 这个情况下 它就可以保持 整个的这个 通科运区的一个 一个流量路由 可以看到它翻了两条线 翻了两个走向 它表示说 这是两个不同的科运区 它是分别都是 在自己科运区里面 去调用的 那当某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 某一个服务 出现异常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服务呢 调用呢 又会实现一个 自动的一个 故障转移 非要过往到 另外一个科运区里面 这个整个过程呢 都是用户不需要去 真正应用逻辑的 这些定制 而是通过 SenseMesh技术 一个无侵入方式 去完成这个操纵 而这个图里面 可以看到 就是说 出现故障之后 它就会有这个第一个 科运区A 切到一个科运区域里面的 这个服务区 它的流量 走向也就发生 这样的 那么通过这么一套 这个拖不拖 也可以 很好的去观测到 这些行为 OK 下面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 我们认为 就是在SenseMesh 它是扮演的一个 在这个安全层面 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其实大家 就关于灵性安全 在国外 其实是非常火的一个概念 SenseMesh 我们接触的几个通行里面 就是在国外 分为一个重要的场景 或是最重要的场景 就是这些之一 就是灵性安全 那在国内的话 我们实际也是支持 这几年的客户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析 说从经验开始 我们接触一些大型的客户 对这一点是开始关注起来 我们有一个大型的客户 他对内部的一些系统 内部系统的调用过程中 也开始重视灵性安全 就是说 在原来里面 对原来的这个体系下 就是两个内部的模块 之间调用 是不考虑安全的 但是呢 后来出现一些风险之后 他们开始 特别重视 就是哪怕那两个路纹 他们内部的一个脾系 他们之间都必须 默认对方是不安全的 所以说灵性安全这个话题 我们推测也是会随着 大家都这个安全的重视 会逐渐火热起来 所以 另外这个ServiceMesh 又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在ServiceMesh里面 构建一个灵性安全的体系 我们还是总结为这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基础 基础的话 我们的基础要搞灵性安全 就首先为每一个工作复材 有一个身份 我们为不同的工作复材 去干发一个身份 那么第二个的话 说我们有个载体 这个载体呢 往往就是一个安全证书 但在安全证书里面 去包含了 每一个工作复材的 这些身份 那第三点就是一个引擎 因为这些 身份和证书上的 我们允许用户去定义 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策略 然后呢 突破这个引擎 来去执行这个策略 来保证这个安全 那最后一个就是洞察 就是说 在整个安全执行的过程中 或执行的这个 执行的链路里面 我们希望 使用一个审计能力 一个可视化分析能力 能够帮助 用户去识别出 到底哪些路径 是存在风险 以及如何去规避的 这是在 其实我们现在 海外的客户 如果使用了我们的产品 默认识 启用这些功能呢 有一些国内的企业 它出海的 也已经都用了 那今年的观点 大家看见 国内的企业 在本地的一些应用 也开始足够 使用这个安全这个努力 实际上SenseMesh 实现这个 内线安全 有几个优势 就是说 包括使用三大卡代理的方式 我们可以一些独立管理 包括这个策略 是动态配置 不需要用户在应用里面 去改东西 也不需要去重启 这些应用的服务 另外呢 服务网 它集中控制 集中控制 就降低了 开发的一些薪质负担 它不需要 在每一个应用上面 去定义 管理这些策略 这是海外 的事情 包括利用SenseMesh 它本身就可以 对于你的安全体系系统 做一个加工 因为SenseMesh 本身就有一个安全能力 它通过这个安全能力 来喊好地加工 自己的这个授权服务 OK 这个是举的一个客户案例 这个客户也是一个多基群的方式 在这个多基群里面的话 就是说它有一个新基群 是用来跑来这个云生的基群 阿里云库博的基群里面 跑一些新的一些微服务的应用 那么同时呢 它们还有一些自建的KMS基群 把它跑了一些一流的一些应用系统 那么这两个KMS基群 整合在一起 统一为这个ASM进行一个管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利用SenseMesh之后 这些基群之间 首先它是一个 组成一个逻辑的一个 一个整体 在这里面的话 它去就是颁发这些证书 等等就变得 就跟单击评模式是一样的 包括就是 比如在LUKO层面 我们也支持了 就是ASM文官 里面去对接 既有的一些体系 包括我们继承一个身份系统 等等 OK 最后一个就是在讲一个 就是在 在SenseMesh下 怎么去对生态体系 对一个整合的 一个案例 就是说 这主题一个就是 在社区里面 有一个就是 组件和开担项目的 Kinentale 就是它是用来管理 一些SenseLessWorkload的 这么一个体系 那么 Kinentale本身也是 跟A-SQ有一个 还好的融合 就是 特别是 这个图呢 但是在讲一个 在单机群模式下 我们如何去发挥 这个Kinentale 一些Service的一些能力 这个图呢 简单回过前 因为大家可能有些同学对 这个Kinentale不是很了解的 那在这个Service 这个Kinentale这个体系下呢 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首先会定义一套 定义一个Kinentale的一个Service 它不是使用KBS 它是使用一个 自己定义的一个Kinentale的一个Service 定义它之后呢 它其实进行一个转换生成 比如在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 生成两大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生成一个下载 就是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的资源呢 用PassionTool 根据用户的一个使用 可以定义是不同的Reviren 这几个版本 修订版本 那么这个每一个Reviren呢 就会对应的生成 真正的一个应用服务 Depilements 就可以看到是说 我是通过一个Kinentale的Service 背后生成不同版本的 就是支撑不同版本体系下的 一个应用的部署 一个Depilements 那么这些不同的版本之间 它们可以结合 上面那个 就是Instit的一些 流量管理一些能力 进行一些 这个 一个 根据一些流量比例 进行一些流转 那就是上面这个原素 一个是Route元素 就是路由管理 那路由管理里面 它会生成一个 Kinentale的Egress 这些资源 包括申请利用的KMAS Service 那其中呢 KinEgress这个资源 它又会根据用户的 流量定义 它会可以生成 Astu的这个 不同的资源 包括Wallet Service 那些路等等 通过使用 Astu里面这两种 这些资源 能够帮助你去 进行流量拆分 拆分到 就是根据的 能量比例 其他不同的 目标服务 KMAS里面去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是在单基础模式下 整个体系运转 这是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KinE2 和Extile 也是运行的一个 KMAS一个 这个机群里面 有这个流向 其中呢 这要提一点就是 Astu的资源 它跟这个 P Ingress 它是保持一个 Owner Reference 关系 就是每一个 它就为了 追尽管理 对吧 就是当你删除一个 KinE2 Service的时候 它能够把生存的东西 进行删除 为了保持这些 Bagy插语 它就把 Owner到KinE2 那么在多机群模式下 它其实就遇到一些 这个挑战 首先呢 刚才提到 在多机群模式下 所有的Mesh 我们进行脱管 解决上面提及的一些问题 那在多机群模式下的话 刚才提到 就是这个Owner Reference 的关系 就不好使 因为它不是 跑到一个机群里面 如果你误实 Owner Reference 它又可能会把 这个资源搞了一个 物身的操作 对吧 因为它Owner Reference 会做一个 垃圾分收 就会 就会 清除掉 所以为了 回避这些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多机群模式下 既然 H2 就是组件 跟KinE2 跑在不同的 QS机群里面 那我们就 去点Owner Reference 在我们的 这个产品实现里面 我们是去了 Owner Reference 实现 把它切发到 比如使用 Label的方式 去做了一个 一个观点 因为它这里面 其实是一个 实用的功能 也非常单一 就是使用 Owner Reference 的一个场景 我们把这个 点的切换 一个的方式 这样来支持了 一个多机群模式下 他们两个的一个管理 那在 所以在这个图里面 可以看到 就是说 当你的KinE2 是跑到 比如我们 ISM上面之后 对于用户的时候 它的实用姿势 其实都是没有改变的 它既可以在 控制面 也可以在 就是在数据面 去部署 KinE2 的资源 它的用户的 新维数 没有变化 改变 最后一页就是讲 就是我们是在利用SenseMesh 也是拓展一些用户的场景 那这里边是有一个 就是AI的SenseMesh 的场景 在多机群模式下 我们帮助AI的一些 里面 这个场景里面 去使用上它的技术优势 比如说 现在看上边 这个十余的流程 比如说 在AI也是开发了一个 在供服务里面 Rena 一个总监行 它是一个 Rena 它是提供一个命连行 当你使用这个命连行的时候 你是怎么结合一个SenseMesh 去对这个 模型的 这个 模型服务的发布进行管理 它只要跟上一个 traffic 那个参数 配个SenseMesh 技术 就可以对于你的AI的 模型服务 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 包括这个 不同的模型版面 发布 给你一些特工制作 一些规律的 一些请求等等 通过它 就很容易去做一个管理 那么这是我们 我们实际一些客户的 使用的时候 也发现了 通过使用SenseMesh 技术之后 它整个迭代也是 效率提升的2.5倍 整个效率会大的提升 那它底层的技术 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 结合SenseMesh 当然是这个容器 它是实现一个 不断的抽象的一个过程 它是首先 通过SenseMesh 把多个机群的一些管理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抽象 那同时呢 结合Connectial 把一些SenseMesh的管理 做了一个综合 除了这个Connectial 包括SenseMesh 结合在一起 对于我们的Mesh Mesh 就是AI的使用者来说 它只需要 对它来说 它更关注的是 最上面的一层 就是Mesh Mesh 对于服务管理 用客去做发布 对 模型版本的迭代 它有一些 发布的 一些管理 那整个这个操作方式 它也是被抽象化成为 一些 标准KMAS CRD 用户只需要去 定义这些Yaml文件 通过Yaml 这么几个描述文件 就可以对于原来的这些YF 做一个 做一个还好的管理 OK 那我基本上的内容 也就到这儿 那总结一下 比如说 就是服务管 SenseMesh 也是在 在阿里云 也是被定义为 帮助 我们的企业及客户 做一个 女员生 输入化落地的一个 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帮助用户 做一些 降摆增效的 一些 一些 能力 能够 就是说 原生精神师上面 通过 融合了SenseMesh技术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用户去很好的 管理一些 大规模的 一些场景 包括多集群的 一些 一些另外一些领域的 一些融合 可以看我们的AI的 一个融合 通过用了SenseMesh技术之后 能够让用户 更好的去管理这些 女生的这些用户 更好的去使用 先到我的内容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还是一个 一个提问你了 后面的一个朋友 先接受 好 好 既然在咱们阿里云的 目涌 我想问一下 ISM机会模式是谁 比如说 我有一个OP的 就是说 我客户本身有 云合在自己圈 然后我还想和 阿里云本身 阿里云这样 一个白色的 直接合 然后我想 一个同意的本地化 和一个云上这样 一个双齐的模式 这样的一个机会模式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ISM或者是 阿里云对我们支持 两个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 ISM升级的 叫阿里云图子的话 那我们等于跟阿里云 讲一个 KRS的升级 阿里云会帮助 我们去派出 然后我们一起 请阿里云的升级 来问提醒 OK OK 那先回来第一个问题 就是收费模式的问题 目前ASM刚才讲的 就是托管理测 我们是按照 就是 提供两个固定的规格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分了两个档 你可以认识一下 一个是叫这个 鞋子 一个叫 一个叫 旗舰板 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 数据面 被 Service Management管理的 这个 工作负担炮的数量 是在 应该是 1000吧 数字 可能不是特别讲 一个脑袋中 就是1000个 1000个炮的之内 它可以使用企业板 企业板 它又是有一个 价位是在 每小时 6块钱 这个6块钱 没小时6块钱的一个费用 那么当你的炮的 超过这个1000个之后 是到 5000还是多少 还是多少 第二档的时候 它是可以使用旗舰的 它的费用呢 会有一定的提高 现在我们提供 两个固定的 模式下的价格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一个实际情况 去选用 这两种不同的 这个规格 流量时代 途迹背后 就是 就是 ASM本身 就收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钱 就是说 你要选了企业板 那就是 你一小时6块钱 你选了企业板 可能一小时是 二十几块钱 几块钱 对 它就收这份钱 那除了这一部分钱之外 其他的ASM 不收你钱了 就是 使用ASM 如果你不是用公网的方式 比如说 控制面 我们包了一个 Google API Google的 这个 如果那里面 你不是用公网 你其实也不需要 罗外付费 但你实用了一个 比如说 访问API Seller 就像KPS API Seller 我希望一个公网的 方式去访问 那你需要 去由于 这个公网的那个 IP要付费 如果 这是EIP的费用 你可以 选择 阿量付费好 所以 你会看到 AIM本身是 收了这一部分钱 其实 就这个 控制面 这个费用 我不是 第一个问题回答你了吗 可以 OK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关于数据面 这个集群怎么管理的方式 在这个图里面 可以看到 首先 就是 你第二个问题里面 我也分了两个小点 一个小点就是说 你的自由的集群 实践的集群 也可以使用ASM 这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前提呢 就是说 你需要 把你的集群 通过注册的方式 变成一个阿里云的外部注册集群类型 也是一个ACK的一个特定类型 叫 就是一个注册集群 你注册进来 你只有注册进来之后 我们才能管理你 当然 注册本身是 我记得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的 当然 你又要开一个公网 那另外一半事 你说 不需要开公网 前提下 是不外外收费的 所以你接进来 本身 不收费的 接进来之后 我们管理 管理是一样的 这个管理它跟管理 云上的集群是一样 这几个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是否会帮助你去管理你线下的集群 这个是不会管理的 因为你线下的这个KMAS版本 包括你使用操作系统 等等 阿联克都 这一块是 属于用户侧的资产 它不会去触动你 所以你用起来是安全的 不会就外外去 去进入到你的这个集群里 它是没有权限去防止你 等到你的集群里面去装东西的 它除了你授权 只有接进来之后 我们只会抓必要的一些组件 是经过你授权之后的 你能够感知到的一些组件 下沉下去 它不会 就 就维护你这些体系 因为它这个体系呢 可能涉及到一些组件 跟压力 官方支持的不见得完全是匹配的 实在感谢 OK 我们就只有一个提问的这个 大家如果 待会儿能带到我们的王老师 大家可以去问 在这个地方 你再来看到 我可以按肩 你去看